大家好,我是天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全境封鎖資料片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剩下的10個造工 在危機中能保持頭腦清除冷靜 解決複雜的問題的能力相當卓越 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出色 能夠激發同事強烈的忠誠度 當然也免不了偶爾受人嫉妒 在拉克堡接受飛行訓練 之後服役於無代德空軍基地 及阿什哈巴特 在每個駐紮地都有最高評價 在危機中展現冷靜的頭腦 在阿什哈巴特塔台失能時 平安駕駛所有飛機 所有飛機 他是開幾台啊 目前紐約都會去所有的三個主要機場工作 發現相較於他在海外的工作經驗 目前的工作相當令人寬心 並曾公開發言 談論他過去服役的可能性 他回去服役的可能性 缺乏一定程度的同理性 且無法理解為何其他同才 無法達到他 優越的表現水平 不是傲慢 就是真的無法理解 瑞根莫菲 這個臉好像跟我們特工的臉有點像 30歲 出生在馬州伍斯特 之前是美國聯邦法院副執行官 居住在紐約州史坦頓島 協星AB家 天主教 來自一個執法家庭 父親祖父與三名手足接待警察部門工作 542劍橋博士頓 家人也非常支持他的職業 跟隨他的父親進入馬州 伍斯特警察部門 曾在執行時受過兩次傷 兩次都是為了保護平民免於受傷 兩次事件 皆有 How is your problem? 是你撞我耶 還問我 兩次事件皆有受勋 在警戒服務三年後 被聯邦法院網羅並表現卓越 有時似乎會渴望投身於危險之中 願意為工作犧牲 的確令人敬佩 但有時太超過 曾被上報一次說他不注重自身安全 長官曾說過 因為他的冒險傾向 要找和他搭檔的執行官有點難度 愛迪愛德華帕斯特 年齡28歲 出生在加州和賓市 之前是和歌護理師 居住在紐約州布魯克林區 寫行逼迦 天主教 雙親為古巴難民 搭乘漁川抵達美國 之後定居於加州 雙親於1986年成為美國公民 艾尼則在美國出生 對於身為美國人 之前的事情極度驕傲 以頂見成績高中畢業 入武成為醫護兵 並三度派至伊拉克服役 在他搭乘漢馬車 遭受土製炸彈攻擊後 破班紫色勳章 上市復原後退伍 並與五國劍醫生 在東飛工作了一年 回到美國後 替退伍軍人機構擔任護理師 積極參與退伍軍人團體 尋求改善回國士兵的照顧 不喜歡也不尊重官僚提醒 當社會系統無法提供援助時 會替病患慷慨減囊 並以此為人所知 杰森伯納德 36歲 這個年紀比較大一點 當然 紐約的北巴比倫 出生 之前是緊急醫療技術員 居住在 紐約中華後區 血行歐家 宗教猶太教 不進行宗教活動 不進行宗教活動 但在高年級時 前十字段 潤袋斷裂 導致他的大學獎學金被取消 努力健身 並學習和氣道 非常聰明 且行動力強 能夠即時利用手邊的材料解決事情 也不會吝嗇提供解決方法 緊急醫療技術員 職業生涯相當卓越 總是願意 接狀況最遭最危險的任務 認為他必須以 修了他父親的那位女士為榜樣 專注於他還能完成什麼事 而非他已達成的成就 ください ärke 卻祭 34歲 出生在德州的奧德薩 之前是生化學家 但居住在紐約斯坦倫島 侄心A家 基督教的長老教會的教徒 18岁入五曾两都前往伊拉克安巴省服役 破班勇士勋章 利用退伍军人教育法案研究生物化学 展现强大的动机与令人敬佩的职业道德 在所有我们面谈过的教授之间都受到高度的重视 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所苦 这也导致她的婚姻失败 目前与罗格斯大学参与一个实验性治疗 早期疗伤的前景看好 曾试图与前妻重修就好 但没有成功 入道性也且积极 对于观察力没有她敏锐的人没什么耐心 也不尊重那些不愿意为追求目标 而做牺牲的人 经常开玩笑说要回德州 但没有迹象 显示她有在为搬家做打算 或是在德州寻求工作机会 亚伦纳基 但四岁 出生地 田纳西州 贝尔米德 前一份工作 期货交易人 居住地 鸟泽西州 瑞吉武德 典型欧减 敬礼会教友 潜在典型 市任人选 面与要塞军校 与吉波帝的莱蒙尼尔邻区服役 有传出一点名声说她是个男小鬼 在私人部门结合她的军队军事经验 及决策能力获得巨大的成功 适应立场相当有自信 总是认为她能够出人头地 离婚两次 与两任前妻都保持友好关系 等被其中一任描述工作太多 要跟上她很难 对于做对的事情相当投入 而且很有竞争意识 拥有优越的成长经历 且未曾遭遇真正的困境 似乎可以透过意志力与智慧的结合 克服任何障碍 非常风度翩翩 能够让他人合作以达成他的目的 米歇尔贝克29岁 出生在俄海俄州伊利利亚 之前是飞行动力学工程师 居住在康乃迪克州格里尼治 B-路德教派 海军队五军人 以他上班的顶尖层 以他班上的顶尖层级毕业 加入康乃迪克州的民间企业 被迅速升至管理阶层 被视为该产业中的后勤之秀 出于目前雇主的忠诚 拒绝更大公司的挖角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信任感 同时也未遭受背叛 与座乌军人机构的来往 令他相当沮丧 特别是和医疗保健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有关的时候 与该机构虽然有大量的来往 却只有少数几次令 是简单且令人愉快的 结果似乎是怀有 轻微的反政府情绪 应该不会影响任用他的状态 仍然对高层做出了决定 抱持怀疑态度 不明智且相当直接 但效率很高 最后再一点 太懂了 什么叫不明智且相当直接 但效率很高 太利亚纳阿特金斯 30岁 出生在纽约州拉克瓦纳 前犯工作室ACI分析人 住在纽泽西州帕拉莫斯 前行A.B.点 犹太教 父亲为俄国移民 阿特金斯在 他们抵达美国后8月出生 为了融入而改变家族姓氏 反映受外外来者的焦虑感 总是积极采取美式的行动 认识研究密码学精通积国语言 包括俄语 西伯来语 波兰语 大学毕业后 受ACI招募成为分析员 在退休后进入 与东欧进行贸易的公司 擔任私人顧問前 曾在OREESA工作9年 蛤? 他才30歲 然後他 畢業後 畢業後是22歲 都沒有留級 然後他接受ACI的分析員 所以他住了一年之後 就退學了 然後 在OREESA工作9年 30歲的時候 變成神顧問 也太快了吧 最近他仍然在為ACI工作 目前無法確認 在ACI工作時 被認定為俄國招募雙面間諜的潛在目標 未曾發現 擴壞行動的證據 但至少有一名他之前的長官 仍保持幻疑 對 鮑勃羅伯特 康薩雷斯 39歲 出生在賓州費城 前一份工作室美國檢察官辦公室調查員 這件事 居住在紐約州皇后區 也行歐家天主教 慷慨友善 與同事朋友關係融洽 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 畢業於 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 承認職於巴段魯治警察部門 曾定罪超過300莊重案 或頒許多獎章 但被他的長官視為頭痛人物 不服從他不認同的命令 相信自己的 直覺到公然抗命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 他預料到卡錘娜颶風 在紐約良造成的混亂 在颶風之前先進入城市 並擔任平民與當地警方的調解人 拯救了20位以上的平民生命 在卡錘娜風災期間 曾多次與他 與現地的監控中心人員起爭執 不尊重他們 也無法與他們好好合作 他未來應該避免看他 參與此類的任務 適合獨行的一位特工 切莫斯奧賴爾登 34歲 出生在馬州內蒂克 之前是保全 居住在紐約州曼哈頓 血行AB家 宗教沒有田 16歲在法律上可以自己做主持就去改名 9歲之前都還沒有進學校接受教育 但這段失去的時間很快就彌補了回來 能夠自動自發的自學者更有強烈的意志邁向成功 原本的職業生涯在911事件後出現了變化 其同伴在第一時間就進大樓處理 而殉職於垮下的南塔之中 結果他放棄了大學 學業加入軍隊服役 便遇到了一些麻煩 後來擔任四人保全顧問 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都是單槍兵馬 風險評估的能力結出 不會愚蠢的心存僥倖 而是屢屢按部就班的計畫 能少有個人的生活 與朋友或同事幾乎沒有感情上的牽扯 也互不來往 在危機時刻的出動時 其他騎人機關機上的缺陷 可能在與民眾拿交道的過程中 會帶來一定的風險 那我們今天的情報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喜歡分享出去 訂閱我們的頻道 獲得最新影片的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